朋友们,大家好 据格隆会报道 香港2023年个人破产申请7860宗 创三年新高 格隆会1月19日 香港破产管理署公布 2023年提交个人破产成请宗数达7860宗 同比增13.58% 创三年新高 强制公司清盘成请566宗 同比升17.67% 创14年高位 单计去年12月 个人破产成请675宗 同比升36.09% 强制公司清盘成请有41宗 同比升28.13% 今天,网上流传着一个消息 据说中共要倒查A股10年的IPO 要土利益和命 据搜狐新闻报道 河南一小学发生火灾 河南学校宿舍火灾 至13人遇难 曾获平办学先进单位 有毕业生称 睡觉时宿舍是被锁起来的 1月19日23时零分 河南南阳市方程县 119指挥中心接报警 独树镇燕山铺村 英才学校一宿舍发生火灾 事故造成13人遇难 一人受伤 伤者正在医院救治 目前生命体征稳定 事故发生后 当地成立事故处置指挥部 迅速开展事故调查 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涉事学校负责人已被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 在该学校社交账号页面显示 该学校为独树镇英才学校 在燕山铺建立的分校 学校投资800多万元 占地面积35亩 总建筑面积约17000平方米 是一所高标准规范化 寄宿制学校 办学以来 连续被上级评为 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 教育教学先进单位 据天眼查up显示 独树镇英才学校 成立于2012年 业务范围是 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 另据一名自称 是该学校毕业生透露 在学生晚上睡觉期间 宿舍是被锁起来的 1月20日 记者多次拨打学校法人 礼记中的电话 均无人接听 据新华社发布的消息 江苏五进一企业 因粉尘爆炸至八死八伤 记者20日 从长州市五进区 应急管理局获悉 1月20日3038分 位于五进区南下树街道的 长州深融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发生粉尘爆炸 共造成八人死亡 八人轻伤 事故现场救援 已结束调查和善后工作 正在开展中 有一个网友写了这么一段话 西门庆被武松揍了一顿 然后跑到你跟前 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地哭诉 武松多么多么坏 下手多么多么狠 灌输你对武松的仇恨 但是却绝口不提 武松为什么会揍他 你听了西门庆的一面之词之后 不去找武松喝时 不听听武松的声辩 而是片面取信了西门庆的控诉 西门庆喝酒完女人时 并没有让所有人参与 但挨打时 就渲染成大家都挨打的景象 下面读一篇财经新闻 又一个金融大瓜 2000亿雪球衍生产品 濒临爆仓 最近两天 一张微信聊天截图显示 一位雪球产品客户汤总 被投估告知 其参与的存续期 为24个月的中正500指数雪球产品 于2024年1月15日到期 应该合约保证金为25% 期末价低于期出价25%以上 跌幅高于保证金比例 200万本金和票息全部归零 四倍杠杆的雪球产品爆仓 截图的结算通知书显示 该产品疑似为广发证券旗下的 一款期权产品 而汤总其人 根据财助家的余良的说法 也及该期权产品的交易对手方 则疑似属于 助风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首先需要说明 这里所说的雪球产品 并不是国内股票讨论社区 雪球网所发行的产品 而是一种由各大券商所发行的 期权类金融衍生品 关于期权的定义 有一种抄底 叫做赚时间的钱 对看涨期权 call option 最好的理解是定金 你买房子 约定房价100万 你预付定金5万元 而房地产商收到定金5万元 到了约定日期 房价上涨到150万 你就赚45万元 但如果房价跌到100万以下 你放弃购买 但是定金不退还 房地产商净赚5万元 这个定金 其实就是看涨期权 这个期权的标底是房子 约定日期是行权日 100万是行权价 而5万元就是期权金 也叫期权价格 房地产商是期权卖方 你是期权买方 对堪跌期权 production最好的理解 是保险 你持有A股的护身300指数 目前点位是3200点 假定其当前市场价值 就是3200元 你等着它上涨赚钱 但是呢 你又担心它大跌 会让你赔很多钱 于是 你就可在市场上买一种保险 这个保险卖50月一份 到2024年3月31日之前 只要护身300 跌到3100元之下 低多少点 就赔给你多少钱 这样一来 哪怕护身300指数 从3200点跌到1000 你所持有的护身300指数 最多也只会亏100元钱 这个保险产品 其实就是堪跌期权 该期权的标的 就是护身300指数 而50元钱 则是期权金期权价格 2024年3月31日 是行权日 3100点是行权价 你是期权买方 有人可能会说了 这市场上有谁傻啊 卖这种保险 当然没有人是傻子 保险公司傻嘛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如果护身300指数 没有跌破3150点 意味着这个保险金作废 那么 这个以50元钱 卖给你看跌期权的人 就赚到了50元钱 不管看涨期权 还是看跌期权 为了应对资产价格 可能产生的极大波动 期权卖方 需要准备大量的保证金 这导致了期权卖方 对于资金始终有着巨大的渴求 好了 现在可以告诉你 当前市场上几乎所有的 雪球类产品的底层资产 本质上 就是基于期权的金融衍生品 其核心策略是 卖出勘跌期权 为什么叫做雪球结构化产品呢 这类产品可以应对一定幅度的市场下跌 比方上面例子中 在护身300不跌破3100点之前 期权卖方都可稳赚那50元钱 这与你投资债券收到的利息是类似的 只要挂钩的标的资产价格不发生大跌 持有期限越长 绝对收益就越高 而这个过程就像滚雪球一样 只要路面不出现大的坑洼 暴跌 雪球就会越滚越大 由此而得名雪球结构 在这里 我们以某券商发行的 挂钩中正500指数的雪球结构化产品为例 来进行分析 关联标的的意思 就是本期权产品 是以中正500指数为标的 产品期限的意思 就是你这一笔资金 券商需要使用24个月期间 不涉及敲出价格的话 该投资协议在这24个月之内都有效 敲出障碍价格 敲出观察频率 敲出事件这三个词中的敲出 指的是 中正500指数一旦上涨 触及某个价格 本协议中为当前中正500价格的105% 该雪球产品协议将提前到期 你获得约定的15%年化利息 敲入障碍价格 敲入观察频率 敲入事件这三个词中的敲入 指的是 中正500指数一旦下跌到触及某个价格 本协议中为当前中正500价格的70% 你需要承担亏损 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 在约定期限到期时 本协议中为24个月之后 如果中正500的价格 高于当前价格的70% 那么券商会支付给你全部本金 但没有利息 你不亏不赚 二 如果中正500的价格 仍然低于当前价格的70% 你将承担所有亏损 或有票息年化的意思 就是如果中正500指数 一直在当前价格的70%到105之间变动 那么 在这24个月期间 你将获得15%的年化利息收入 假定当前的中正500指数点位为6000点 该协议可以画成如下流程图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 在未来的24个月之内 一 中正500某月价格6300点 协议结束 投资者获得年化15%的利息 二 中正500维持4200到6300点 协议一直有效 投资者获得24个月年化15%的利息 三 中正500跌破4200点 但到期之前又涨至4200点以上 6300点以下 投资者拿回本金但没有利息 四 中正500跌破4200点 且到期之时依然低于4200点 投资者亏损所有本金 五 中正500跌破4200点 触发了敲入 但又一路上涨超过6300点 又触发了敲出 这时候投资者可以和第一种情况一样 获得协议有效期内年化15%的利息 很显然 上面所列举全部的五种可能 除了第四种情况 投资者都是不会亏钱的 而且15%的年化收益率也相当有吸引力 对于券商而言 卖出期权操作需求大量资金 发行雪球产品可以实现融资 可以卖出更多的期权 获得更多期权金 市场需求与券商需求契合 正是雪球产品大行其道的原因 从券商操作的角度来看 为满足支付给用户15%年化利息这个目标 在协议有效的24个月之内 券商需要不断卖出 中正500指数的看跌期权 以获得期权金 但不管怎样 只要按照雪球产品设计的最初规则 来运行和操作 券商是基本上不会亏钱的 以上所讲 就是一个挂钩中正500雪球产品的详细分析 据信达证券的估算 截至2023年10月末 挂钩中正500和中正1000的雪球类产品 存量总规模约占全部厂外衍生品规模的6%至10% 据8%来估算 雪球类产品总规模约2160亿 其中 60%挂钩中正500指数 40%为挂钩中正1000 约有1296亿的中正500雪球 与864亿的中正1000雪球 在市场上存续 下面的图表 就是中正500需求 在不同指数点位 敲入合约的规模 根据图表 中正500雪球产品的敲入区间 集中在4200点到5100点 而中正500指数如果低于4800点 那么每100点下跌 将会有超过100亿元的雪球产品被敲入 另外 对于挂钩中正1000的雪球产品 其集中敲入区间在5200点以下 平均每下跌100点 敲入规模为100亿左右 4800点左右 敲入达到顶峰 每下跌100点 敲入规模在130亿左右 介绍完了雪球产品的规模 想说的是 对待普通投资者而言 资本市场一向都是恶意满满 特别是 当部分投资者某种集体行动 一旦成为名牌 比方雪球产品敲入点位 就有可能会成为市场刻意收割的目标 本来对于总市值83万亿元 流通股市值66万亿元的大A股来说 是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 毕竟2000亿雪球产品的利息 按照15%计算只有300亿 收割了对于市场也没多大意义 但是 就在上周的几个交易日 真的感觉到了市场毫不掩饰的收割意图 根据中金所的规定 每个月的股指期货交割日 通常是在合约月份第三个星期五 也就是说 2024年1月份的所有股指期货合约 包括了上证50 护身300 中证500 中证1000的期货合约 股指期货期权合约 都将在周五到期 在上周三股市大跌的情况下 如果周四能够将中证500 中证1000期货向下狠杀一笔 那么 利用周五的交割日继续做空 就能成功将中证500和中证1000的的价格 给成功拉到敲入高峰点位 所以 周四的中证500和中证1000 开盘就是一路下跌 中证500跌幅一度达到2.8% 而中证1000的最深跌幅 更是高达3.2% 很明显就是奔着敲入的点位而来 中证500指数 最低已跌至4900点附近 而中证1000指数 最低跌至5200点附近 都已濒临雪球敲入高峰点位 幸好 周四尾盘的时候 被国家队一阵强力购买给拉回来 否则第二天超过200亿元的雪球产品 就会被敲入 以上内容 主要来源于财猪家的余良 没来得及事实核查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A股抛盘主力 不是普通散户 最后 读一篇蔡胜坤关于铁链女的文章 铁链女事件一晃过去两年了 如今铁链女究竟是谁 依然没有答案 舆论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更没有人公开为消失的铁链女发声 更恐怖的是 铁链女究竟是死是活 没有人知道 一桩引发数亿人关注拷问的重大公共事件 牵扯到长期以来拐卖人口的社会问题 竟然无声无息收场了 这就是控制舆论的好处 谁都知道在中国寻求真相如同登天之难 傲慢的权力为所欲为 完全可以一手遮天 徐州官方最后一次通报经过公安部批准 认定铁链女就是小花梅 利宿族 而不是早年失踪的四川女孩李莹 小花梅来自于南福贡县亚古村 当地村民对独立调查记者说 截至2月10日 徐州官方并未派人向村民了解小花梅 同时否认铁链女是小花梅 我当时发过多篇评论指出 诸多事实证明徐州疾风县的解释不可信 结婚证显示铁链女杨某侠生于69年 现年52岁 而小花梅义父同母妹妹叫光某英 生于1988年 她说姐姐比她大9岁 小花梅的表弟1980年生 说表姐小花梅比她年长2岁 由此可见小花梅应该生于79年 我看结婚证照片上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两人的年龄根本对不上 结婚证上写的是69年出生 而小花梅应该出生于79年 了解内情的人 认为真正的小花梅已经不在人世 江苏丰县官员将42岁小花梅的身份 移花借墓到了52岁的杨某侠身上 忽略了两人相差10岁 根据官方此前的通告 52岁的铁链女杨某侠 在1998年注册婚后的23年内 先后生下八个孩子 最大的23岁 最小一岁八个月 大儿子董香港生于1997年香港回归期间 董香港显然不是铁链女所生 董家在1996年间 还有一个女子为董家生子 1984年出生的四川南充女孩 李莹1996年12岁时失踪 以此推算现年38岁 假设杨某侠就是李莹 那么董志明家的八个孩子究竟是谁所生 这仍然是一个谜 官方如果愿意通过技术手段查清此案 其实不难 只要进行人脸比对 很容易得出结论 但公安部门只想尽快平息风波 找一个失踪的精神病人小花梅 来替代如花四月的李莹 来替代如花三月的李莹 一天 马三月的李莹